今天清晨有一部分的雲氣移到了台灣北部的陸地 不過從目前的雲氣來看的話 主要的雲氣已經逐漸的脫離了台灣的上空 因此在今天各地的天氣都是恢復到比較穩定的狀態 在這段時間台灣附近並沒有很明顯的天氣系統影響到我們 所以在禮拜一禮拜二甚至到禮拜三這幾天 水氣上是比較偏少的 各地都是比較少雨的天氣形態 只有在東半部地區有些零星的降雨 而到了禮拜四禮拜五 由於在華南到台灣北方有封面逐漸的行程 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到我們 但是連帶的讓北部地區這邊水氣是有增多的情形 因此在禮拜四禮拜五 東半部北部地區會有些短降雨的現象 那也包括了馬祖因為離封面比較近 天氣上也是轉區比較不穩定 不過真正天氣比較明顯的轉變 預計還是要到週末 屆時東北冰風增強配合華南雨去東移 我們預計中部以北東半部 包括南部山區都會有短暫雨出現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感谢观看